小蜜蜜蜜,我們今天要講什麼故事呢? 洗澡 嗯? 今天要講什麼故事? 洗澡 嗯... 後悔鳥 我們今天要講後悔鳥的故事 講完後悔鳥,我們就去洗澡 好不好? 這是童話中國裡面的其中一冊 第11冊叫後悔鳥 什麼是後悔鳥?是一種會後悔的鳥嗎? 為什麼他要後悔啊? 他為什麼不開心啊? 嗯?他就是後悔鳥嗎? 上面有一隻鳥喔,這有個瀑布 很早很早的時候 武當山有座天柱峰 天柱峰後有條通天河 河寬,水深,魚多 河邊上住著一個打魚的 名叫胡四 他就是胡四吧 胡四有個老婆名叫金花 金花在家從不做事 胡四每天打完魚回家 還得生貨燒飯 做菜煮湯 金花總嫌胡四窮 一不高興 對他開口變罵 動手變打耶 他不但罵人還打人耶 他是一個好兇的老婆 哇 有一天,胡四從草到完 撒了九十九次網 連一條魚也沒有打上 眼看天快黑了 他急著又撒了一次網 拉上來一看 只有一條小小魚 看他大頭大嘴 小身子小尾 胡四不禁叹了一口氣說 唉 這麼小一條魚 既甜不飽肚子 也賣不了幾個錢 不如把它放了吧 胡四方的魚 收起網架著小船回家了 他邊咬魚邊想 今天真倒楣 累了一天 什麼也沒得到 所以就是這條小小魚喔 吃也吃不飽 賣也賣不了錢 他決定放了他 但是有時候 小兵會立大功了 我們來看看 胡四越搖越慢 忽然前面過來了一條小船 船上有個老船夫 開口問他 胡四啊 今天魚打得怎麼樣啊 胡四皺著眉頭說 哎呦白忙了一天 一點收穫也沒有 回家老婆又要打我罵我了 老船夫拿出一根高粱桿 說 這根高粱桿送你 有了它 你老婆一定不打你 胡四問 為什麼呢 老船夫說 天助風有個萬寶庫 大門就在千丈來下 你到那裡去 用這根高粱桿指著千丈崖 連喊三聲 石門開 石門開 受苦的人兒要進來 寶庫的大門就會打開 走進去 你老婆要什麼有什麼 保管他不打你 所以胡四雖然只捕到一條小魚 但他好心放他走 金反而得到了一條這個 得到了一根這個 這是什麼 高粱桿 可以讓他獲得很多東西的高粱桿 胡四半信半疑 拿著高粱桿回家 等胡四進門 金花發現胡四連一條魚也沒有捕到 起得全身發抖 搶過胡四手上的高粱桿 一陣亂打 胡四急忙說不能打不能打 這根高粱桿是寶貝啊 金花問 寶貝 一根破高粱桿會是什麼寶貝啊 胡四便把老船夫的話告訴金花 金花拿著高粱桿指著胡四說 今天先饒過你 明天你陪我去找萬寶庫 你要是敢騙我 一定叫你好看 第二天天一亮 胡四就被金花叫醒 逼著他一起去找萬寶庫 兩人越過通天河 爬上天柱峰 來到千丈崖 胡四拿高粱桿指著千丈崖 連喊三聲 石門開 石門開 受苦的人兒要進來 三聲喊完 只聽見 嘎啦啦 一陣響聲 千丈崖當中裂開了一條縫 兩扇大石門打開了 石門裡面高的是山 綠的是水 黃的是金 白的是銀 金花看得眼睛都花了 拉著胡四就往裡面走 兩人剛進門 忽然有一個仙女過來問 胡四你有什麼願望呢 胡四說 我倒了幾年魚 倒的魚堆起來比天珠峰還高 我卻窮得叮噹響 我的船是租的 網是破的 房子是漏的 請問仙女 我什麼時候才會有一條自己的船 一張結實的網 兩間不漏的房 仙女朝石門外一指 石門前面的一條大河 河邊停著一條新船 岸上有兩間大瓦房 房前的樹上掛了一張新網 哇 你看仙女賜給她好多東西 仙女說 胡四啊 這些都是你的 仙女說完 輕輕地把他們推出石門 兩扇大門就關上了 哇 你看她得到了一艘新船 還有新房子 還有新網 仙女對他們好好喔 他們知足了嗎 我們繼續看下去 胡四有了新的船和網 非常高興 他把船滑到河中央 連撒了三次網 每次都拉上滿滿的一網魚 船艙都裝不下了 從此胡四每天滿載而歸 生活過得越來越好 金花打她的次數也就少了 哇 你看滿船的魚喔 大豐收 不久金花說 打魚打魚 成天打魚 這種日子過得真煩 不如我們去萬寶庫 要些金子銀子吧 胡四說 我們有吃有穿 何必再去要金銀呢 金花舉起高昂桿 說 你這個沒用的東西 有夫不會想 你敢說不去 我打你喔 胡四沒辦法 只好和金花又來到千丈崖 她拿起高粱桿指著千丈崖 連喊三聲 石門開 石門開 瘦骨的人兒要進來 話剛說完呢 石門又嘎啦啦的打開了 金花拉著胡四進石門 仙女又過來問 胡四啊 你還有什麼願望呢 胡四的嘴髒了又閉 閉了又髒 半天說不出話來 金花忍不住搶著說 我家的房子漏了 網舊了 船也破了 仙女喔 求你給一些金子銀子吧 讓我們修修房 支支網 補補船 仙女說 這到處是金山銀山 你們自己解 自己扛 哇 仙女也很大方啊 讓他們隨便拿喔 那你要拿多少呢 金花拉著胡四就上金山 他看胡四不動手 本來想打他 回頭見仙女在一旁看著 也不敢動手 只好自己撿金子 往袋子裡裝 金花裝滿一袋金子 一扛 扛不動 想分幾次搬 他搬了一大塊金子 剛踏出門 石門又關上了 金花回頭看到胡四 雙手空空的跟在後面 那堆黃橙橙亮閃閃的金子 他一塊也沒拿 正是個大傻瓜 金花越想越氣 回家拉過胡四就打 把胡四打得鼻青臉腫 然後趕他出門 不許他回家 胡四沒辦法 拿著高樑桿架著船 自己打魚自己生活 金花好壞喔 又貪心又壞耶 金花買來幾個丫頭伺候他 從此以後 飯菜有人做 衣服有人縫 房子有人掃 出門有車坐 日子過得舒舒服服 過了沒多久 金花把金子花光了 他又想要去萬寶庫 可是胡四拿走了高樑桿 沒有高樑桿 什麼也要不到 金花沿著河岸去找胡四 整整找了三七二十一天 好不容易才找到 金花對胡四說 都怪我脾氣不好 把你趕出家門 這全是我的錯 你原諒我 跟我回家吧 哇 他改過向善了耶 是不是 嗯 胡四看金花苦苦的哀求 便把他的話當真 架著船跟他回家 到家以後呢 金花問胡四 胡四啊 那跟高樑桿呢 胡四說 你又想幹什麼 金花說 我只是怕你弄丟啦 胡四說 放心吧 高樑桿藏在船裡 丟不了的 金花一聽 沒開眼笑 一會兒生活 一會兒燒飯 又夾菜 又倒酒 胡四呢 以為金花真的變了 高興起來 就喝得四角朝天 什麼都不知道 你看他喝醉了 金花要拿著高樑桿去做什麼呢 金花趁著胡四醉倒 偷偷上船 拿著高樑桿 跑到千丈矮 大喊三聲 石門開 石門開 受苦的人兒要進來 石門 兩扇石門一開 金花急著往裡面走 仙女過來問 你來幹什麼 金花說 胡四讓我來問問你 世界上什麼人最富有 仙女說 皇帝老和皇帝婆最富有 天下的東西都是他們的 天下的人都是他們的奴才 金花急忙說 胡四也想當個皇帝老 仙女說 早給你們準備好了 皇帝婆 話剛說完 幾個宮女捧來錦衣奉冠 給金花穿好袋上 扶她坐上大馬車 馬車左邊是文官 右邊是武將 前面有人敲鑼打鼓 後面有人搖旗撐傘 湧著金花出食癌 哇 她一下變成皇帝婆 高高在上 還有馬車可以坐 這是好事嗎 金花變成了皇帝婆 樂得嘴都歪了 她想 從今以後 天下的東西都是我的 要什麼有什麼 還要這根破高粱桿做什麼呢 便把高粱桿往後一丟 高粱桿突然化作一陣青煙 金花咚的一聲疊在地上 錦衣 鳳冠 馬車 宮女 文武百官 全都不見了 金花哭著對千丈癌 連連喊道 石門開 石門開 受苦的人要進來 可是喊破了嗓子 石門動也不動 金花喊得又淚又渴 一抬頭看見千丈癌上有棵樹 樹上結滿了紅沉沉的果子 樹下有個白胡子老頭 金花喊 老頭 樹上結的是什麼果啊 你看這裡有一棵樹上面有紅果子 我們來看看是什麼樣的果 老頭說 這是後悔果 金花說 我嫁給胡四一輩子倒霉 一輩子後悔 給我幾個後悔果結結可吧 老頭說 吃了你也會後悔 金花說 我太渴了給我吃 老頭說 好吧 你在那站好 閉上眼睛 金花閉上眼睛 一會兒它變像架了雲一樣 飛上千丈癌 當它張開眼睛 已經在後悔樹上 金花伸手摘一個後悔果 放進嘴裡 後悔果變像長了腳似的 咕噜咕噜往肚裡跑 胡四九醒後 發現金花和高粱感都不見了 急忙趕到千丈癌 哪兒沒有金花的蹤影 只看見一隻禿頭灰尾巴的小鳥 邊飛邊叫 後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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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它該不會就是金花變的吧 金花變成了一隻後悔鳥啊 它做了很多會讓自己後悔的事 所以這就是後悔鳥的故事了 在這就是金花的故事了 所以這就是金花的故事了 在這就是金花的故事了